獨家 死刑槍決成絕響 罰警請命判槍決改注射 我國往年都以槍決方式執行死刑 但對擔任筷子手的罰警造成壓力 往往在執行後制服失透 高雄高分檢因此有罰警提議 希望將槍決改為藥劑注射 改變死刑執行方式 我國目前執行死刑的方式 是在槍決前先對死球注射麻藥 等死球昏迷後 再由擔任筷子手的高檢署罰警 操犯的心臟開槍槍決 但槍決畢竟是剝奪人命 過去就曾發生有年輕罰警在開槍前腿軟 最後由罰警長或副警長接手代為執行 也有罰警在槍決後 出現夢魘的副作用 高雄高分檢副罰警長邱顯文 因此在高檢署和各分署 召開勤務會議時提議 將死球槍決改為藥劑注射 蘋果新聞網向邱顯文查證 他說不要以為罰警不怕開槍 執行的人也會怕 過去死球王玉蓉執行時 就不滿自己太快槍決 被帶出牢方式吼叫 情緒失控 再加上他身材高大 光靠手銬就用到最後一個砍 還得使勁力才壓下手銬 讓邱顯文和其他罰警 全身繃緊身經 對年輕的罰警來說 要殺人的心理壓力和掙扎 也非常人能想像 因此他提議 將死刑槍決改為藥劑注射 讓男女罰警都可執行 高檢署對此並無意見 目前以新聞法務部 專達罰警希望廢除槍決 該以藥劑注射的訴求 東新聞綜合報導 照罰警 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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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